记得你的那个句子它必须传达的一个讯息 是第一句跟第二句的句子 必须是连贯性的 或者如果它是一个动作的话 那动作也必须是连贯的 老师先把这八个选项念一遍给你们听 有几个要用到的呢 只有五个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我努力往上爬 第二谁也回答不上来 第三忍不住哭了出来 第四弟弟淋了一声雨 第五就高兴的跳起来 第六大家不停的往前冲 第七字写的一天比一天好 八样子一天比一天漂亮 所以这八根学校里面有三个是不可以用的 那我们来看那个句子是什么 第一道题是 这道问题真难是什么 然后呢 第二妹妹认真练习后怎么样呢 第三我一听到自己被选为组长 然后第四什么事情 妈妈担心她会生病 第五什么事情呢 终于爬到了山顶 OK所以每个句子 无论是她给你前面一句 或者是后面一句呢 总会是跟某一个东西 一个主题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第一道题 她说这道问题 所以她重点在哪里是这个问题 所以问题很难的话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 是很难的话 我没有办法回答吗 还是我怎么试也试不了 类似这样的问题对不对 第二妹妹认真练习之后 所以妹妹肯定在练习某个东西 可能在练习跑步 练习打球 练习做什么事情 所以她练习之后的成果是什么呢 OK 所以第三我一听到自己被选为组长 如果你是一个很想要做组长的人 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你的反应是什么 或者是你不想要做的时候呢 OK然后你的反应又是什么呢 OK所以这种应该是一种心理的状态 对不对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妈妈担心她 这个她是谁呢 她做了什么事情可能会生病呢 OK所以这个她到底是谁 然后她做了什么事情可能会生病呢 OK你就要想一想 第五 什么事情终于爬到了山顶 所以呢 我应该是在去爬山对不对 所以我才可以爬到山顶 所以我怎么爬呢 因为终于 好就是好不容易才爬到了山顶 好不好 好老师告诉你这些重要的一些词之后 它的主题是什么之后 它的主要的讯息是什么之后呢 相信你就可以找到那个答案了 对不对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二三题 OK 所以第二三题都给你前面的句子 所以你要去找后面的句子是什么 好第一题 这道问题真难 所以可能是老师在课室上发问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你在做练习的时候 发现这个问题真难 然后怎么样呢 这道问题真难 我努力往上爬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这道问题真难 谁也回答不上来 可以吗 问题很难 然后呢 问题难到呢 回答的时候啊 有问题 对不对 可以吗 可以啊 这道问题真难 谁也回答不上来 OK 所以这个跟 可能老师在发问问题 我问了一个很难的问题呢 谁也回答不上来 OK 所以问题很难 回答不上来 好不好 好 其他的 不 其他的应该也不对 我们老师把它放进去 你就听 听一听 这道问题真难 忍不住哭了 出来 谁忍不住哭了呢 这道问题真难 弟弟淋了一身雨 这道问题真难 就高兴的跳起来 谁跳起来呢 这道问题真难 大家不停的往前冲 很难跟冲有什么关系呢 这道问题真难 字写的一天比一天好 样子一天比一天漂亮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很明显 我的答案是2 这道问题真难 谁也回答不上来 OK 好第二题 妹妹认真练习之后 虽然她的练习是什么东西呢 虽然练习之后的成果是什么呢 妹妹认真练习后 我努力往上爬 也不对 妹妹认真练习后 忍不住哭了出来 为什么哭呢 认真练习不一定会哭的 认真练习之后呢 弟弟淋了一身雨 又妹妹又弟弟的 一点关系也没有 妹妹认真练习之后呢 就高兴地跳起来 为什么认真练习之后 要高兴跳起来呢 除非是有一个 好的成果了 才会高兴地跳起来 对不对 所以妹妹认真练习之后呢 大家不停地往前冲 为什么呢 也没有不合理 好 妹妹认真练习之后呢 字写得一天比一天好 可以吗 可以哦 妹妹认真练习之后 样子一天比一天漂亮 都可以哦 这样就是练习之后 一天比一天好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到底是 字写得更好呢 还是样子变漂亮呢 好 重点在于练习 你可以练习之后把自己变漂亮吗 不可以对不对 可是我可以练习之后把我的字写得好吗 可以 OK 所以这个你要抓住它的重点是练习哦 除非如果说我要用样子一天比一天漂亮 我的句子应该怎么用呢 你可以说 妹妹长大之后啊 她的样子一天比一天漂亮 对不对 OK 那就可以 可是练习哦 练习之后 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样子 对不对 所以妹妹认真练习之后呢 字写得一天比一天好 好 第三 我一听到自己被选为组长啊 所以我听到这个消息呢 我的心理感受是什么 我的心理的感受 OK 跟我努力往上爬 一点关系没有 忍不住哭了出来 可以吗 哭哦 我们想一想 滴滴凌人声语也不对 大家高兴 就高兴的跳起来 可以吗 哎 也可以哦 大家不停的往前冲 样子一天比一天漂亮 好真正可以的是什么呢 三或者是五对不对 我一听到 OK 这个句型你们应该学过 我一 什么呢 就 什么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一听到自己被选为组长 忍不住哭了出来 为什么要哭呢 对吗 选为组长 除非是你很不愿意做我什么 OK 可是这边又没有这么提到 所以通常你一听到很开心的事情 怎么样 我一听到自己被选为组长 就高兴的跳起来 OK 就高兴的跳起来是我的答案 忍不住 是除非你遇到一个事情 就是你真的是忍不住 比如说 医生说我得拔牙 我听了吓了一跳 我忍不住哭了出来 OK 或者是你听到一个 看到那只小狗 受的伤这么严重 我忍不住哭了出来 就前面除非是遇到一个非常难过的事情 不然没有办法 为什么要哭呢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剧情里面 他们有提到一个很悲惨的事情 对不对 如果说这边是我一看到那只小狗 被别人打得要死了 我忍不住哭了出来 我非常伤心的哭了出来 OK 可这边并没有一些很非常很糟糕的情况 OK 然后呢 记得这个句型 是我意什么呢 就什么 OK 所以我一听到自己被选为组长呢 就高兴的跳起来 这是我的答案 好不好 我们来看第二面 第四跟第五题 给的你是后半句 可是你还是从这边也可以找到答案 所以注意看 第四题 妈妈担心她会生病 所以那个她是谁呢 OK 她是谁呢 我刚才呢 用上的我就跟她化掉了 OK 这些是我已经用过 所以我还剩下 一三四六和八 好 那我要先找出了 这个她会是谁呢 我努力往上爬 妈妈担心她 这个是我 这个她 对吗 肯定是错的 忍不住哭了出来 妈妈担心她 也不对 这个不像一个句子的开头 这个像是第二句 弟弟淋了一声雨 可以不可以呢 弟弟 跟这个她 可以是同一个人吗 可以吗 然后我们再看她淋了一声雨 然后会不会生病呢 会呀 如果你淋了一声雨 可能又去冷气房 又去冷的地方 你可能真的会着凉 会生病的 所以这句可以吗 弟弟淋了一声雨 妈妈担心她会生病 对不对呢 对 OK 这就是我的答案 其他的也不对 大家不停的 跟她也没关系 样子也不对 OK 所以答案很明显是四 她是谁呢 她是弟弟 为什么会生病呢 因为她淋了一声雨 OK 所以弟弟淋了一声雨 妈妈担心她会生病 对她可能冒雨跑回家 结果全身湿透了 妈妈担心她会着凉生病 OK 好 所以这个是我的答案 好 最后了 终于爬到了山顶 OK 所以关键字是什么呢 爬 山 OK 爬山 好 我现在在一 三 六和八 有哪个跟爬有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努力往上爬 他已经给你那个字了 我已经努力往上爬 终于爬到了山顶 忍不住哭了 终于爬到山顶 也不对 那个人是谁呢 大家不停的往前冲 终于爬到了山顶 冲 向前冲 跟爬有关系吗 这个是往前冲 所以不可以 可能是前面要到终点了 所以大家都往前冲 或者看到巴士来了 大家往前冲 OK 可是这个是去爬山 所以这个往前冲 是错的 OK 样子一天比一天漂亮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的答案是一 我努力往上爬 终于爬到了山顶 就我花了很多时间 很多努力 所以我努力的往上爬 终于爬上了山顶 OK 不可以大家不停的往前冲 终于爬到 你冲是向前冲 一个直线 一个flat OK 不是往上冲 它是往前 所以是不对的 这个是爬山 要往上爬的 对不对 OK 好 所以这是我们的答案 老师再把全部的句子念片给你听 这道问题真难 谁也回答不上来 妹妹认真练习后呢 字写的一天比一天好 我一听到自己被选为组长 就高兴的跳起来 弟弟淋了一声雨 妈妈担心她会生病 我努力往上爬 我努力往上爬 终于爬到了山顶 好不好 好 这里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做词语搭配 OK 待会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